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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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山和月牙山簇拥着一片绿荫 群风环抱、亭台阁楼点缀其间 环境十分优美宜人 广场上有两件大型艺术品 世纪宝顶和华夏之光大型石雕壁画 壁画是天然彩色花岗石浮雕 全长106米、高6米,分为26个部分 歌颂了中华民族五天年来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七星岩以宏伟、宽广、曲折、深邃著称 景物丰富、保护完好 它原是一百多万年前的地下河道 分上、中、下三层 现在游览的是中层 全长近千米 全洞构成一条珠串状的地下宫殿长廊 洞内时辱、时损、时柱、时蔓、时花 变化莫测、玄妙无穷 组成一幅幅绚丽的图景 这些形象逼真传神的景物 令人如痴如醉、遐想连天 生发出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 七星岩早在隋堂就已成为旅游圣地 享有第一动天的美誉 七峡古寺始建于唐代 是桂林著名古寺 古寺规模宏大 唐风古韵、庄重典雅 与周边自然景观相隔一征 形成了一个静谧出世 超凡脱俗的佛教圣地 七峡寺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观音殿、藏经阁和中古楼等 大雄宝殿为寺内主体建筑 磅礴大气 体现了黄黄大唐的古朴气韵 观音宝殿内的观音菩萨造像 体态丰盈、田径自然 由总高6.8米的汉白玉石整体雕刻而成 事所罕见 唐代高僧建筑和尚还曾经在七峡寺参访传法呢 捐捐捐溪流 一汪碧水 典雅小桥 高山流水 齐花一草 做成一个仿佛自然天成的生态园 驼风如同一匹单风骆驼 伏在这里 据说它是被桂林美丽的景色迷恋着不愿离去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曾在此发表著名的环保演讲 桂海碑林现存石刻二百多件 有碧无碗石之味 年代最早为唐代 其石刻内容涉及到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学艺术等各方面 都是历代桂林石刻中的精品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相传在古代 有条龙隐居在岩洞里 时逢天下大汉 这条龙愿洒甘霖拯救民生 于是便从岩洞中 凤裂而出 破壁而飞 后人为这个传说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篇 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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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尝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